我們看這題目 將泡物線y等於-x平方-6x加5 沿著x軸向右平移兩個單位 再沿著y軸向下平移10個單位 求最後所得泡物線方程式為何 那麼我們泡物線這個圖形呢 沿著x軸向右平移兩個單位 那麼這時候我們原本方程式裡面的x 就要用x-2換掉 那麼再沿著y軸向下平移10個單位 那麼這時候方程式裡面的y 我們就要用y加10換掉 因此呢我們直接寫 這泡物線方程式為 這y換成是y加10 那麼等於這是負 然後x換成是x-2 掛到平方 減掉6乘以x呢也是換成x-2 再加5 所以呢 這一項我們最後再處理 這y加10等於 這乘開來 這是負的 然後這是x平方 減4x加4 那這乘開來 這是減6x 然後加12 再加5 那麼再寫一次 y加10等於 這裡去括號是負x平方 然後加4x 然後減4 然後這裡是減6x加12 再加5 那麼最後整理 我們將10一向過去 那麼得到y 這等於 這是負x平方 那加4x 減6x 得到這減2x 那這邊呢 是減4 加12 加5呢 我們得到是 加13 那麼一向過來呢 還要減10 所以我們這裡得到這加3 因此 我們答案要回答 這是y等於 負x平方 減2x 加3 這個答案